今天这个视频就讲一讲 就是讲说我们很常给人家问 就是这些宠物我们现在饲养着 需不需要定期检查 其实这个取决于你饲养的是什么宠物 然后我这里比较多的是 但是这一个东西在医疗系的话 是比较没有那么完善的 所以简单来讲说就是讲说 定期检查我们的定位就是讲 有没有事情只要到那个时间 我们就会把它送去检查 然后那个叫定期检查 但是大部分我们饲养着的 这些就是讲比如说有一些小状况 还是一些预兆的前兆 我们才会送去那个叫就医 就是讲比如说软便啊 还是它的食欲下降啊 还是整体的那个动态不像健康 这样子我们才会送去就医的 另外的话就取决于什么品种 你饲养的宠物 有一些是不需要打预防针 然后我们也没有预防针给它 然后这个就要问一下 你购买的时候的那个顾问 所以宠物需不需要定期检查这个东西 就看你们怎样子决定的 然后有什么其他问题要问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的福利群 然后有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在那边留言 还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回答 记得关注我 让你